大家好欢迎走进疯子缩体育 这期我们来聊一下中国男排 中国男排最终是如略隐藏的拿到了亚洲杯的冠军 3比0横扫日本队 也是事隔10年之后再一次站到了亚洲之店 虽然这一次伊朗队和日本队并没有派出参加世界男排联赛的主力阵容来参赛 但是呢我想中国男排这冠军 确实对于处在中国男排这个第五期的这些小伙子们 是一个非常大的激励 不管对手的成色如何 有的人说我们的含金量不足 但那也是中国男排一场一场血拼出来的结果 这样的结果呢 对于整个中国男排在未来不久之后进行的市井赛场的表现 是一个非常具有激励作用的一个事情 那么在市井赛场的中国男排将会面临一场一场的硬仗 那个比赛真的很难打 同组对手包括很多欧美强队 中国男排我们也希望他们能够在市井赛上真正发挥出自己的水平来 和欧美强队之间的比赛那才叫真正的比赛 我们在今年的世界男排联赛中也是三美林战胜过巴西队 希望这样的奇迹能够在市井赛上再一次发生 中国男排呢一直以来是被掩盖在中国女排的光环之下 但现在的中国女排的境况也同样不好 反而呢是中国男排时不时会给球迷带来一些惊喜 所以呢现在中国女排很是受中国球迷的排球球迷的关注 那么对于未来的市井赛呢 主将联无胜 也是觉得他们会尽力 会争取好一点的成绩 争取先从小组出现 在与欧美强队的比赛中能够真正学到一些东西 并且如果可能的话 会带来尽可能多的胜利 中国男排要想成为一支真正的世界强队 未来还有很远的路要走 但是我们相信只要沿着正确的道路 中国男排早晚有一天会真正成为世界的强队 即使我们的近邻日本队伊朗队 在世界男排中已经是排得上号的球队 当然我们中国男排也是可以做到的 我们的选材面要比日本伊朗要广得多 所以呢我们未来还是有很大机会 成为像他们那样的世界强队 我们未来有机会成为真正的亚洲冠军 好了这期话题我们就聊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拜拜